过去曾经多次参与竞选盟发起的街头运动 人称为大马自由女神的安妮婆婆 黄秀兰昨天与世长辞 她的女儿在脸书贴文表示 安妮婆婆星期日在加护病房急救 在昨天校午大约六点遵循她的意愿 摘除维持生命的仪器礼事 竞选王金早也在脸书上发布安妮婆婆的死讯 安妮婆婆曾经是一名英语教师 并在2009年7月2号为我国民主参与游行 遭受催泪弹和水枪 也因为参与游行被捕抓上警车 因而爆红 被称为我国的自由女神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